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GoMarkets每日才天点评热门话题部分 很有可能维多利亚将会面临封城的再一次延续 另外也许在封城之下只有一个公司将会因此而获利 那么根据周一的信息 维州特别是墨尔本现在又出现了五例的新冠疫情 其中一例还是养老院的护工 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整一个社会是非常的担心 现在特别是弱势群体老年人这一部分 一旦疫情再次传播到养老院这个群体当中 那么它潜在的伤害毫无疑问将是巨大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护工明明已经打了一次疫苗 怎么还能得呢 那么根据现在披露的数据显示 这名护工是在5月12日注射了第一次的辉瑞疫苗 5月12日注射第一次之后 需要在六周之后才能注射第二次 但是根据现在数据显示 通常在注射了一剂疫苗之后的保护率只有50% 只有在注射两剂之后 并且在注射完两剂 并且这14天之后才能达到90%以上的保护率 因此非常不幸 这名护工的一次注射保护50%的概率 没有能够保护住它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根据现在的疫苗披露的数据显示 即便是只有接受了一次疫苗 但是它的严重程度以及最终的致死率将会大幅下降 所以说这也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 但是由于它是在养老群体中 所以说对于这部分特别是弱势群体潜在的风险 这让整一个墨尔本以及维多利亚州陷入深深的担忧之中 根据目前的数据 很有可能原本在本周四即将解封的墨尔本封城 将会延期至少是三至五间 有可能是再延一周 因为在周一披露的神秘的感染病例 无法确认其来源 理论上来说就需要14天的潜伏期 等它暴露出来之后 在潜伏期之内所有的病例都暴露出之后 才能最终解封 如果按照从上周日开始计算 发现那么就需要两周 也就是要到下下周日 这14天才能结束 即便是我们打折 打到10天时间 那么原本周四的解封也来不及 所以说很有可能至少这次的封城 将会要持续到本周末 甚至于下个星期 另外我平时不太怎么喜欢评论政府的措施 但是这一次墨尔本第四次的封锁 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人为错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想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为什么墨尔本这么倒霉 整个澳大利亚这么多城市 只有墨尔本一个城市 在过去到现在一年中 整整封锁了四次 但是这一次第四次的封锁 依然维州政府我看 要不就是怪南澳政府的酒店隔离系统有问题 要不就是怪联邦政府那边 疫苗的推广太慢 但从来就不检讨自己的问题 咱们看看对比一下其他城市悉尼 在圣诞节的时候 人家那个岛上一天十几例的病例出现 也没有封城 最后也压下去了 凭什么墨尔本现在就是一个病例 搞到现在整个州被封掉 而且还找不到病源 怎么说呢 现在很多朋友跟我说 以后大选都不知道选谁 如果选工党 看看墨尔本现在的执政水平 一年封四次 到目前为止 这个酒店的能力 包括跟踪能力依然追不上细腻 那如果选自由党呢 又和中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差 影响到在澳洲所有生活的华人 那左也不能选 右也不能选选谁呢 绿党 那又是一个极端 只能选什么呢 就是猫猫狗狗党 比如说什么 动物保护党啊 妇女儿童党啊 这些 要不然的话 在我看来 这个墨尔本真的是 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当局自己的执政能力 和系统维护改进能力 严重落后 好了 说完计划之后 咱们再来说一说 这次潜在有可能受益的 唯一的企业 大家都知道 疫情封锁之后呢 这个中小企业 尤其是餐饮娱乐 打击是非常的严重 现在根据数据显示呢 每一周 围周的封锁 将会影响到至少20亿澳元的损失 再加上政府给的2亿补贴 一周就是22 两周就是44 接近于45亿澳元的损失 大家想 这两周45亿 能盖多少隔离酒店 能盖多少医院 能盖多少专用设施 但是这都白说 潜在的 也许能够在这一次封城中 获利的只有一方 谁呢 就是呢 医疗行业 说的更加具体一些 就是原本大家都已经 不太待见的 不喜欢的 抗拒的什么 英国疫苗 以及英国疫苗的 本地生产企业 CSL 咱们都知道 在这次封城之前 整个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率非常低 大家都在等年底的美国疫苗 现在呢 你有两种选择 要不就是等 今年年底10月11月开打 要不然的话 现在就是硬扛 或者呢 就是打英国疫苗 所以说 墨尔本封城这么一稿 就是很多人呢 是放弃 再等半年 而转投 现在的英国疫苗 所以说 不管现在是线上 线下 零售 娱乐 都在损失的过程中 似乎只有一个企业 就是CSL 这家企业的股价 在过去的两周 是持续保持着上涨 但是我们也希望 这疫情能够尽快结束 毕竟 只有疫情结束之后 并且要长期清零 大家才敢于出门 敢于消费 如果照这样的情形下去 只要疫苗接种率 没有到50% 这个临时的封城计划 很有可能将会有第五次 甚至于第六次 当然 我们本身是不希望看到的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